我们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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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o大家好 这里是花花看了电影 今天带来一部出自于法国的动作犯罪片 Q45 捉命枪火 你们开始了 Winson是法国里洋警队中一名极具天赋的枪械管理员 他不只是在警员射击时指挥有效 而且还会亲自参加警队的射击比赛 凭借着出色的天赋以及一对枪支的热爱 竟然在这次大赛中超过了所有持枪警员 不但取得了第一名 而且再次刷新了大会记录 是因为他唯一的亲人叔叔查韦斯同样唯的骄傲 并且当即服送Winson父亲生前用过的北枪 总之 他现在的年龄只有22岁 各位是前途一片光明 这时 在得知成绩后 军中的卡尔上校点名要约见这位年轻人 有来上车的时候发现不止有他 还有一名美国的高级军官 其目的是防恐部队正在全球招揽人才 他希望Winson加入 显然有如此身手的人 不应该只在天堂享受 而是应该统治地狱 但结果却非常意外 Winson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武器指导员 并不适合上战场 看着父亲那把遗留的手枪 暴死也在时刻提醒他远离危险 所以Winson并不想参与其中 还把德拉的奖章毫无缺恋地 献给之前去世的家人 他通过了对枪械极高的认知 连反黑组的同事在出现问题时 依旧会找这位年轻的弹道专家排忧解难 就在今天训练过后 却迎来了一位新朋友 这家伙伸手脚尖 枪枪神准 跟这里普通的里昂警员 简直是天壤之别 原来他叫米罗 是禁毒组的高级警探 就连八枪的手法 也和其他警员完全不是一个套路 虽然他们素未蒙面 但对于一个志同道合的高手来说 Winson非常敬证他 见见的 他俩开始无话不谈 甚至主动告知米罗 自己没有什么朋友 从小就是孤儿 是父亲的好友查维斯把自己带打 至于开枪射击 则是警队的另一个高手 反黑组的老大西蒙教授 今天在他俩非常先熟的配合下 又轻松地刷新了警队的新纪录 米罗看了他这样的身手 就像他所有接触过的人一样 很希望他不要把太能埋没在训练上 可他对于老友这样的建议 丝毫没有反感 被你还随机附上 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天哪 这种效果让米罗简直惊呆了 普通的B弹衣根本挡不住他 子弹是文森亲手设计 所有的弹道数据一应俱全 并且还给他起了个新名字 雷神之锤 可此时米罗这位警探的想法 却出乎意料 并表示如此威力的子弹 自己多少钱都会买 显然这样的对话 让双方不欢而散 但警探米罗并没有死心 转头就找到了一位当地的小混混 让他无论如何 都要给这位年轻人一点教训 于是文森在今天下班的路上 真的被后面的一辆汽车一路叫嚣 甚至停车后破口大骂 面对这种路动众患者 文森只想大事化小 在驾装停车之后 一个手势扬长而去 只知这家伙是霍勒米罗的指令 没有见证招根本不会放过他 一个路口过去后 紧接着又追了过来 甚至为了躲避他 差一点在街上出现交通事故 本以为被大车阻止后 应该不会再追来 可谁料一个转完处 汽车真的撞了过去 上来后直接动手 坚持要教训他 于是文森也属于无奈 当即开箱自卫 其实本身这种环机并没有问题 但文森实在太年轻 也没有任何处理事物的经验 于是便归是身差的 拨打了求救电话 而前来的人正是米罗 看到了自己设下的局发展成这样 他当然非常欣慰 上来就把配箱要走 并听嘱那才是最重要的证据 然后告知文森回家后马上报警 就说汽车被盗 嘴善后工作交给我 结果没过多久 事情当然处理顺利 可米罗上门的目的是他并没有想到的 这次开门见山 要是为了帮你掩盖杀人的事情 他动用了很多关系 出于回报 那就先从你延迟的子弹 雷神支吹开始 另外还需要三支波奈利90散弹枪 和68M4步枪 当然 这些家伙不会有任何部门跟你登记 需要你直接在系统中删除他们的存在 毫无疑问 你杀人的武器和尸体都在我手中 文森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而在佐斯右翔之后 别无他法 只能按照要求去做 在犯完试之后 让这些武器松系统中永远消失 而就在当晚交接的时候 也许文森才刚刚意识到 自己恐怕永远摆脱不了他 转天清晨 害怕的文森真的被众案组的人传话 原来这并不是昨晚的事情 而是他们需要自己的专业知识 他们处理的案件非常棘手 昨晚因为帮派内斗 一帮人在苏雷斯的地盘上黑吃黑 抢走了200万欧元还有白色粉末 而唯一留下的线索 只有这个未知的蛋壳 文森看见后简直吓坏了 也许他此时根本听不清楚 查韦斯到底在说什么 事情结束后 他马上跑回家 把那些关于子弹的所有数据 全部清空 而至于那个朋友米洛 电话已经是注销状态 尽管在昨晚开枪杀人 他丢失了200万欧元 可那种案件 仅仅是开尾菜而已 今天的文森再次被叫到了 另一个案发现场 这里同样是失衡便宜 现场的证物 还是和上次的子弹壳一模一样 所以这样的案件 查韦斯的第一想法 就是和昨天的苏雷斯案件有关 然而他仅仅是猜对了一半 案件只是和上次 用了一样的子弹而已 其实两天的手法 都是由米洛亲自带队 并以他们的身手经验 和手中持有的重型武器 宣布歼灭黑帮人员 基本是轻而易 所以查韦斯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也希望文森 全心全意地加入中安组 并且已经为他办好移交手续 而当晚紧张忙碌的工作悄然而止 文森这个信任跟着队伍 开始搜寻线索 希望活得蛛丝马迹 而经过了一起做事后 巴里也对这位年轻人颇有好感 认为他虽然很年轻 但好像没有朋友非常孤单 所以当晚他们开始无话不谈 甚至聊累了 还睡在他家的天台上 经过了这样融洽的接触后 文森也开始慢慢地融入了重案组 融入调查案件 今天的嫌疑人叫安吉 他也曾经是该地区的调查协会组长 可因为在十年前设计军火交易案 被当场接听 所以离开警队 不过这个家伙京东设计 同样也是一个弹道学的高手 所以计划在明天一早 去他的家里待哭他 话听到这里 让文森似乎有了新的想法 这难得找到了一位 和自己兴趣爱好一样的高手 于是他刚回家 反黑组的警探西蒙也来到了家中 本身是因为自己的武器 有些问题需要调治 实则是为了那天下午 没有及时接电话而表示歉意 原来文森那天第一个联系的人是西蒙 可无奈事与愿违 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看到了眼前这个孩子 已经长大成人 不由得让他非常自豪 也觉得应该和他说一些成人的事情 表示自己曾经也是一位普通的警员 而且还在年轻时 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如果没有完善好 足以进监狱的事情 但我最终处理得非常好 于是才有了 惊天反黑组宗景探的位置 这说者无信听者有意 也许西蒙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让文森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他听话后彻底放飞自我 悄悄地带着自己的雷伸之锤 一起来完成今天搜查的任务 武装警员率先进武 文森也是趁着间隙 真的把子弹拿出来 当其他队员射到物品时 几倍已经确定就是他 可嫌疑人安吉 见到这个场面后却非常淡定 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时候 突然反省 一瞬间 玛丽当场逼命 这虽然是干掉一番 但文森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这个结局 回到警局之后 他们又再次分析案情 怀疑安吉的手下 曾经和反黑族的警员非常熟悉 所以反黑族的警探西蒙 顿时也成为了怀疑对象 这样的结果 让文森更加是百感交集 就在参加葬礼的时候 因为他同样认识玛丽 西蒙也是理所应当地来到了现场 并且大声地对查维斯叫嚣 如果那个姑娘跟着我 在我的队伍中肯定能活着 这样的打击让他根本受不了 于是在现场指控整个防控队 文森也看着玛丽无辜的女儿 却无能为力 然而就在防控组出门办事的时候 脚上的一辆汽车 停在旁边后突然开枪 这种火力 车上的人瞬间被打成了筛子 当查维斯赶到现场的时候 同样惊呆了 这明显和自己的调查路线 完全不是一回事 此时其他警员也告诉查维斯 你最好尽快离开这里 因为西蒙的队员马上会赶到现场 这时 消失已久的米洛 居然在此指点 告诉他千万不要把事情再和任何人讲 否则挂掉的人会更多 而回到警局后的查维斯 同样拿到了线索 上次的嫌疑人安吉 在案发的时候 人在西班牙 所以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与他无关 而那就更牵扯不到西蒙 但他为何会被射杀 至于在安吉架中 发现的子弹优势为何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再次得来新线索 现人在风流场所 发现了上次黑是黑的 结垮案件线条 而这次的嫌疑人是卡尔兄弟 他们原属于阿尔基利亚的 特别行动队成员 但最终没有经过诱惑 却变成了劫匪 严格来说 他们之间同样是警务人员 于是也是叮嘱文森 待会如果见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直接开枪 这位线人明显是老滑头 直接以今后可以随便出示 摇头弯的代价 来换取卡尔兄弟的藏身之处 虽然他们真的得到了确切地址 可警队刚刚经历了西蒙和玛丽被杀的案件 所以导致了今后再也不想相信任何线报 这就导致了今后所有的行动再也没有特警支持 尽管如此 查维斯并不想放弃这个线索 果然经过了一天的蹲守 文森居然发现那个米罗也来过这里 这侧面说明线报非常准确 全队人马当天准备充分 可在行动的时候 小狗发现了异常 导致抓捕的时候瞬间变成乱战 文森也在枪战中才意识到 开枪杀人并不是自己的本能 不过好在对方投降 大家都没有受伤 而现场的白色粉末和那些巨款全在屋内 这本以为是破案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米罗 不过就在此时又发生了变化 警察局长居然亲自下令 立即释放凯尔两兄弟 可此时的查维斯根本不甘心 居然想一路追上去 而知道全部真相的文森 也终究决定不再隐瞒 原来所有的事情都像之前米罗说的一样 这些脏活累活都是在为政府做事 所以最后警员怎样查下去 都是于事无补 他首先承认是自己间接害死马力 然后就是西蒙也是无故被杀 因为他此时不想让查维斯再离开自己 而知道真相后 这位叔叔并没有责怪他 反而非常自责 一直没有照顾好文森 并且计划着把事情全部扛下来 谁料在刚刚出门之后直接被爆头 而从子弹看来 很明显他知道是谁 现在的文森万年俱灰 世界上所有的亲人都无间了 也导致他彻底放开手脚 首先来的地方就是那个仙人所在地 见面后二话不说直接开枪 当然 物理就是要知道卡尔两亲户的位置 所以找到他们之后更是没有废话 打断手指后依旧是不依不饶 因为他曾经看见过米罗和他们一起 尽管卡尔兄弟一再想调 自己的团队受政府保护 可对于沙虹岩的文森来说 他依旧是无济于事 按照他供出的位置 果然米罗就在这里了 至于这些人渣 当然是没有活着的意义 如果说文森之前的开枪完全是被动存在 那么从现在一刻开始全身贯注 在看着位置后直接进入 文森这事业终于看清 自己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尽管双方见面后还想狡辩 可现在的文森甚至不愿多说一句话 一口气打完了原来的弹架 对付这种人渣 必须要换上最暴力的子弹 很显然 米罗根本不是对手 在解决完仇人之后 真的是如释重负 时间来到了五个月后的 法国菲雷娜监狱 这天的访客他非常熟悉 正是文森获得比赛奖位后 见过的卡尔上校 还有那位美国将军 面对现在的无期徒刑 他直接拿出了一封总统的特赦信 并且还及时归还 让此父亲送给他的手枪 如今这种对话再也不需要隐瞒 原来他们一直是 有所于法律框架之外的国际反恐行动组 之前的警探米罗和卡尔兄弟都是他们的人 那些黑吃黑的钱 只是为了维持小队运作资金的一种方式而已 原计划的本意是让米罗去招募你 但无奈这家伙野心太大 所以导致后面的事情完全超乎想家 而这次再次与文森见面 希望是坦诚相待 文森看着眼前的这封特赦文件 还有父亲遗留下来的手枪 本片杀青成功 电影上映2014年 顿部电影贯穿下来 充满着残酷血精暴力和黑暗 但不得不说 却是非常真实无奈 有时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男主角文森 之所以在影片的开头 不想加入国际防空组 是因为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 开始认为枪械只是兴许而已 他却不想真的拿枪走向街头 但后面发生的事情 令人意想不到 亲人相继离去 也不使他必须进入 犯罪和腐败的现实世界 也许这就是命运 如果想欣赏一部 另类的犯罪惊悚片 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我原著 让我们可乐啤酒米花 熟片准备好吧 发花指分享 值得关博的电影 记得点击订阅哦 拜拜